沟通不良 伤感情 话不投机 惹怒气 有关系 就没关系 哈喽 你好 我是Kevin 又到了我们有关系就没有关系的时间了 那今天我特别邀请了一位特别来宾 来到现场来接受我的访谈 那我先请她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就读心理与智商学系四年级的谢宇如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天马行空的人 就是常常会做很多奇奇怪怪梦 所以想的事情也很奇怪 然后就是我很喜欢就是看电影跟看小说 所以在压力很大的时候 我会特别去看恐怖片来放松一下我自己 然后我其实觉得我是一个不太能 就是很会社交的人 所以我不喜欢待在人太多的地方 就是很久这样 OK 好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 宇如这个简单的介绍自己 我听起来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这个中年大叔跟一个这个青春少女的对话 我相信待会我们应该会有一些还蛮精彩的火花出现 好 那今天宇如来是想跟我们来聊聊 跟妈妈之间的母女关系 对不对 对 好 那你要不要先谈谈 你觉得你跟你妈妈的关系如何呢 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很好 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年纪就是长大 然后比较成熟 所以我们其实会聊很多事情 就是我会很愿意跟她分享我的生活 就是让她参与我的生活这样 然后因为现在长大就是聊天会有很多模式 我觉得我们聊天模式可能有时候就是母女这样的对话 然后也会像就是朋友之间那种谈话 可能聊说最近去了哪里啊 看了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会一起可能探讨或是讲一些 就是我们一起共同的兴趣或是话题这样 哇 听起来蛮令人羡慕的 感觉宇如跟妈妈的关系 又是可以一起有很多的话题 然后就是像是好朋友一样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你可以多说一点你眼中的这个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嗯 就是我觉得妈妈在我眼中 她是一个很坚毅的女性 就是她可能不太认识她的人 就是她在做事的时候她看起来就会很严肃 但她其实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人 然后她会就是我也觉得她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但这个浪漫不是说就是她可能会很有仪式感 就是可能是说节日啊 比如说圣诞节我们就要一起出去吃个大餐 或是什么有清真节就会送花的那种仪式感 我觉得她的浪漫是说就是我们的生活 其实也没有说会那种什么大起大落啊 其实蛮平淡 但是她会比如说她会在某个时候呢 她就会突然突发起想说 那我们今天要来吃个烛光晚餐 但是这个烛光晚餐呢 就是也不是像那种西餐厅那种很正式的那种 就其实就是我们吃一般的 她可能随便煮个创意料理 然后就是桌上摆个什么几根蜡烛 然后我们就会拿那种什么马铃薯啊 去蜡烛上面烧 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 她会让生活变得很有趣这样的一个 很神奇的人 哇 刚刚听雨如在描述的时候 这个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 但是我可以看到那个雨如的那个脸是散发出 真的就是好像在刚刚在描述的那种浪漫的那样的一个画面当中 那个情景当中 OK 可以感受到虽然妈妈不在现场 可是当你谈到妈妈的时候 似乎你们那种母女之间的那个关系 真的是很浓厚的那种彼此之间的那样的一种情谊存在 那不晓得这个 这个是从一开始从你小时候到大的时候 是从从小就是这样子吗 还是中间经历了很多的一些事情 然后有两个人共同走过了一些过程 因为你说你现在是大四嘛 就已经进入到这个青春期的这个中后期了 已经不是那个刚叛逆的时候 对啊 所以不晓得你们当初 有没有经过你那种比较叛逆的阶段 我觉得其实这样想来 我好像因为我妈之前有跟我讲说 好像我都没有那个明确的叛逆期 但是我觉得我们相处会变成现在这个模式 主要也是就是妈妈有做转变 因为以前小时候当然就是妈妈跟女儿 就是很多会有那种权威式的教育这样 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她就是发现 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很 就是感觉很开明的妈妈 就很多事情比如说 很多小孩会说 最常见就是比如说那种压岁钱 就交给爸妈妈就说 我帮你存起来 但其实就是把妈妈互相偷偷花掉这样 但是我的妈妈就是真的会帮你把那个钱存起来 然后长大告诉你说 那这笔钱就是你的 你要好好管理这样 然后很多事情她其实不会 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成绩也没有很好 然后带的那种学校是那种很 就是大家成绩都很好 那种很多自由生的学校 然后她也没有说 我一定要考到第一名还干嘛 就是她还蛮支持我去 就是 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她也不要求说你一定要考第一名 但是成绩不可以太差 就是我觉得她的这些坚持 一开始小时候会让我觉得有点怕她 因为我们是在同一所学校 她又是老师 然后大家就会说 那你的妈妈是老师啊 那其他小朋友就是那种 妈妈是老师的 那成绩都会很好 那相反的我就是还没有那种很好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那就是其实我也会觉得自己 就是没有给妈妈长脸这样 然后但是她都不会说什么 就是小时候会觉得她很凶喊干嘛 就是她会要她自己的坚持 比如说小孩偷偷签名 那可能其他妈妈就说 哦没关系她偷偷签名 但是她曾经就会为这种事情 就是大骂我 然后就说 哎你这样是伪造文书 你以后被抓去观这种 就是会让我觉得很害怕 但是长大之后 就是她跟我对话的方式 就是会让我觉得说 我是一个 就是长大之后 然后也会让我觉得 我是一个 就是跟她算是平等的位置嘛 就是很多事情她不是在说 就是命令的 她会跟我讨论 然后小时候她可能不太会承认 她自己做错了 但长大之后她也会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直接说 对不起我错了 但是她会用其他方式告诉你 就是她其实也知道 她自己这个地方不太好 就是她会让我觉得 我是被尊重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变化就会 就是我也会更 没有那么害怕去跟她讲 我生活的事情 或是我正在想什么 就是她会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这样 原来有的妈妈是老师的这种 这种工作这种角色 而且还曾经同在一个学校里面 哇那可以想象 那个你们两个人的压力 应该都蛮大的 对对对 对不对 就是大家会用一种 很很特别的一种眼光 去看你们的身份 又是老师同学 然后你们又是母女 那就会放大镜的去看说 哇这个老师怎么去 对她的这个女儿 有什么样的标准 可是我刚刚听到 有提到说 其实妈妈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好像是有一些 在做一些调整 在做一些改变 然后让你感觉妈妈 是一个很开明的妈妈 然后又可以让你觉得说 其实你是可以去 跟她之间可以有一些 不是只有那种 好像就是那种老师学生的 那种被要求的那些标准 你是可以跟她去沟通的 甚至你说妈妈也会做错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 大人都会做错 可是大人好像爱着那个角色 那个长辈那种 就是父母亲就不太会 主动的道歉 或者是去承认 可是你说妈妈其实她 虽然没有讲得那么直接 但是她会有让你感觉 她其实愿意面对她自己 可能说错或做错 所以你会觉得 妈妈就是一个 可以是不只是一个妈妈 她还是一个让你会觉得 可以是好朋友 然后也是一个 可以去学习的榜样的那种感觉 对对 OK 好啊 那因为我们在谈 这个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我觉得哇 你们的关系是 不但是很特别 而且是还蛮 感觉这里面已经有存了 好多好多的款在里面了 对 那我接下来可以邀请 比如用一些我们的 就是我会问你一些问题 然后你假设妈妈 因为不知道妈妈 有没有机会听到这一段录音 那也许你愿意的话 到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一段录音送给她 但我觉得今天听在 在这个空中听到我们这个podcast的 不管是妈妈或者是女儿 甚至连我这个爸爸 我都很有感触 像你刚提到说那种父母亲的那种 对就是帮帮小孩子存钱 然后有时候存在的就不见了 这个真的是要引以为戒 其实小孩子没讲 但是其实心里面是有感觉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 如果是我 我可能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关系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是我妈妈就是告诉我说 但我觉得可能这些话听在有些人 就是耳边会觉得 就是那就是我的钱 但是我妈妈是这样告诉我 她说其实说实话就是如果你没有我 那你也不会有这些钱 对那她会告诉我说就是 就是她会让我有种观念 就是她为我的付出不是 不是就是说因为她是我妈妈 然后我就可以这样 就是肆无忌惮的向她索取 就是她会告诉我 就是她让我有种观念就是 她对我的这些好事 她愿意然后我接受 不是说 就是例如这个钱的事情 但是她就是告诉我说就是 因为她如果拿了我的钱 然后但是那些钱 说实话也是因为她 所以我才会有 而且她拿的 就如果拿那些钱去做事情 那其实也是为我做的 就是她不是说 因为她想要卖什么东西 所以她就拿这些钱去用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是没关系 ok 我很好奇 你刚刚的这样的想法 是在你当时那时候 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 还是你现在比较长大了 你回头看 你会觉得 对啊 这个妈妈说的 那个也还蛮有道理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 是因为我其实从小就还蛮 崇拜我妈妈的 所以就是 就是当有别人 就是那种影片出现 就是类似这种说 爸爸妈妈都把钱拿走 或是听其他同学 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我会下意识地觉得说 那确实那钱本来就是 就是如果她拿走 那她就是帮我缴学费 就是我不会有特别说 那个钱照理来说 应该是要给我用的 ok 好 所以感觉你们真的是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你们的关系 应该本来就已经从 你说从小你就蛮崇拜妈妈的 所以 所以在很小的时候 我相信妈妈所作所为 她对你已经付出的 让你都很有感 所以在你们的那个 情感账户里面 其实本来就很丰厚了 那我们今天呢 希望你可以 透过一个 也许你本来就已经在做了 但是我想 你今天可以在 这个Podcast里面 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个 这样的示范 就对妈妈来做一些 存款的动作 那你可以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有没有欣赏 妈妈的一些特质 跟优点 可以跟我们分享三个吗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真诚 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 很真诚的人 但是这个真诚 可能是被很多东西盖住 可能一般人 也不是说一般人 就是可能很多人会 被她那种 就是比较严肃 跟她比较有话直说的那种 态度给 吓到吗 或是觉得说 她这个人怎么会 这么就是 一只不狗 或是做事情 就是这么的有原则 没办法妥协 什么事情 但是我觉得 这就是因为 她很 真诚 就比如说 她很没办法看 就是很 虚伪的东西 就比如说 你明明表面上 就是跟我是朋友 但是你 就是又做一些 很多事情 就是让我 就是很原则性的东西 然后让我觉得 你这个人很糟糕 然后她就会 就是远离这样的人 但也有可能 别人就会觉得说 那你这个人 实在是 太硬了 就是很多 因为现在我觉得 现在的 社会可能 人际交往之间 就是需要这种通融 但是她其实就是 这个原则 就会不允许 她就是看到这种 她觉得很讨厌人 然后她还要 表面上跟她看起来 就是很和乐 然后背地里面 就是 觉得她很糟糕 就是她不会做这种事 所以我觉得 她的那个 但是这个真诚呢 就是你也会 从形象的地方看到 比如说 她把谁谁谁当朋友 或者谁谁谁当 就是她 她的人 这样 类似这样 那她就会为对方 付出很多 然后比如说 我觉得她当老师 她也是一个很 成功的老师 比如说小时候 就是她会在学校里面 跟我说 你不能叫我妈妈 这个时候 上课的时候 你就应该叫我老师 那小时候就会觉得说 好讨厌 为什么 就别人都可以叫 自己的老师妈妈 那我为什么不行呢 但她真的就是一个 原则性的东西 就是她觉得说 如果你叫了我妈妈 那其他学生会怎么想 对 我觉得她的那个真诚是说 就是 你要足够了解她这个人 然后你就会发现 她其实 会为她 就是 想要找想的人 做很多事情 即便那个事情 可能不是说那种 很浪漫 或是一察觉 就说 你为我真的很好 这样 但是我觉得 那个真诚 做的事情 是很有实质性 帮助了 对 所以就不是说 一味的说好话 其实她会 很真诚的 把她内心的 一些很真实的想法 对 把她说出来 即便 那个可能 当下听了 并不是那么舒服 对对对 但是她还是 希望先把这样的界线 把这样的角色的扮演 都能够说清楚 对对对 嗯 OK 然后第二点 就是我觉得 就是刚刚前提面 提到她很坚毅 就是我觉得 她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就是在我 就是很坚强这一点呢 就是从生活上来说 就是也是 然后坚强这个部分 我觉得她跟我说 她之前去 法国留学了四年 但这个四年 她好像 花了不到台币 六十万吧 就是她是一个很 她会为了 生活很多事情 就是她可以很忍受 然后她也可以 就是为了一个目标 然后就是 拼尽全力 然后去想要得到她 但那个过程可能 一般人会觉得说 哦 为什么生活要过这么 辛苦还干嘛 那比如说 我们之前去日本玩 那 我觉得 她会为很多事情存钱 当然也是为我们考虑 还为她 就是为这个家考虑 所以去日本玩的时候 她就会限定说 额度在哪里 那我们可能住的地方 不会像大家说说 哦 住很好的饭店啊 吃很好东西 但是她会把那个钱 花在那个 刀尖上 对 然后比如说 哦 那我们省下这些钱 我们就可以去更多 哪里哪里玩 那可能一开始 就别人就觉得说 哦 你真的是一个 很抠门的人 还干嘛 但是我觉得 那个就是因为 她的生活的态度 就是她 我觉得那是她 坚强的地方 就是可能 就是我们可能会想说 哎 那怎么办啊 就是我也想 也想吃什么东西啊 然后也想干嘛 然后她就说 哦 她会为了我们这些 做妥协 但是可能 即便有时候就是 后果 也不说后果 在其他事件上 可能后果我们是没有想到 但是她就会为了我们说 嗯 好 那既然要这样的话 她就会想办法 帮我们弄出来 这样 嗯 我觉得这个坚强是在生活中 就是很多事情 就是她也会让我觉得很 很有安全感的原因之一 就是可能别人就说 哦 她会告诉你说 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 但是那个后果 她会告诉你 就说 哎 那后果就是 哎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这个时候 就需要你自己想办法 但我觉得她虽然是 就是前面可能会告诉你说 限定一些 规则 或是什么原则性的东西 不能打破 但是 你之后就会发现 就是 当你不小心闯一个小小的祸 那其实是可以救回来的 就是她的坚强会让我觉得 很有安全感的部分 这样 嗯 所以你感觉到说 就是 虽然有一些限制 虽然有一些缺乏 嗯 可是 你会知道那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对 对 所以 所以即便遭受到一些 可能当下的一些挫折 或阻碍的时候 其实还是继续的坚持下去 所以那个妈妈的那样的一个 那样的一个坚毅的 那样的一种态度 是让你 也是 听起来也是一个很 很崇拜她的一个 很重要的特色 对 OK 好 两个了 还有第三个呢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 前面提到 我觉得她是一个 幽默风趣的人 哇 幽默 但这个幽默风趣 我不知道就是 其他人有没有这样感受 就是她的朋友 或者什么 但是 比如说我觉得 有一些家庭是 呃 就是跟妈妈 不会像这样聊天 或者什么 那我说的这个 妈妈跟小孩聊天 不是只有我 因为我还有个弟弟 她就是我们三个的时候 她会 常常跟我们开一些玩笑啊 什么 会看到什么笑话 就说 欸你不觉得这个很可爱吗 但这个 东西呢 或是她会 就是她常常会带我们去 可能 露营啊 爬山啊 然后看到路上就说 欸你不觉得这个草很可爱吗 然后这个什么 很神奇啊 就是她的这个 幽默跟风趣 我觉得就是 她可能不是在说 什么她很会讲笑话 还干嘛 就是她会让生活变得很有趣 就像前面提到那个 煮光晚餐事件 或是可能 可能我们露营的时候 那条件不是这么好 那可能有个小路 说 欸那我们这个时候要不要 就是烤点马铃薯啊 或者什么 就是她会让 很多就是可能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事 然后就会让我们 因为小时候 就是小孩也不会想说 哦那这个 就是为了磨练我自己 还干嘛 不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她就会让那种 很就是细小的细节 会让你说 欸这真的很有趣耶 然后呢 长大之后呢 你想一下 就是别人可能说 欸小时候我在出国啊 我去哪里玩啊 比如说法国 去德国 就全国周游 但是我可能就 但其实我小时候 没有出过国 但是我不会觉得 我童年说就是 很无聊还干嘛 因为她也是带我在 全台湾 就到处趴趴走 然后告诉我很多事情 我就会觉得说 哦 那其实我的成长来说 其实很多 是有很丰富的 那种回忆在家 嗯 所以 除了真诚 建议之外 妈妈让你很欣赏 她的一个幽默 幽默风趣 虽然那个幽默风趣 也许不是像一般的那种 会说笑话啦 会搞笑 但是让你感觉到 就是让你的生活 是很充满的那种笑容嘛 对 就是让你会觉得很 开心 很丰富在你的生活当中 她 对 我讲小时候 弟弟是一个很 会赖床的人 然后幼稚园的时候 他会直接把他抱起来 就是公主抱 因为我长太大 所以没办法 他就把 公主抱抱起来 说 灰王子该起床 然后怎样 或是小时候干嘛 就会抓着我 开始跳舞之类的 是 就不是用那种 指责 骂的方式 反而是 好像有一种 在一起玩的那种感觉 嗯 就这样很轻松的 氛围当中 去 去把他叫起床 对 哇 我不知道 大家会不会觉得 听 女儿在 在欣赏妈妈的 这个三个优点 特质 就觉得很 很羡慕你们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 关系互动 嗯 不晓得对于我来讲 如果 要你 回忆一下 到目前为止 最珍惜 最怀念的一段时光 或者是一件事情 会是什么呢 嗯 我觉得就是 就是 最珍惜 跟最怀念的时光 好像 没有 应该说 我一直都还蛮珍惜 跟他相处的 就是上大学之后 然后你就知道 自己会离开家 去别的地方念大学 那他这个时候 他就会想到就是 他也知道小孩会离开家 那 他做的 就是他选择的方式 就是他也会 为了就是小孩的独立心 跟小孩有 做事情的 就是时间上的规划 他会想说 那我也不能一直就是 想着小孩 免得就是反倒他 所以他也会 就是为他的周末 安排很多事情 要去做这样 那我觉得 我觉得反而是 就是我珍惜的时光 就变成说 哦可能我周日 周末回家的时候 然后变成是说 也不是说很少会看见他 但是还是会看见他 但是那个珍惜的时光 就是变成说 可能我上学回来之后 他可能这个周末不在家 可能或是礼拜 晚上回家说 看到妈妈在这里 然后他说 那我明天要去爬山 然后后天可能要去骑脚车之类的 我就会觉得说 可是我才刚回来 然后有时候也会小小 偷偷抱 有说人家妈妈都会 待在家里面 欢迎小孩回来 但是他就说 没办法 你长大 就是说 就是他不会把 我绑在身边 他也不会允许自己 想要把小孩绑在身边 他说 你这个时候大学 那应该 就是去探索更多事情 你应该去交朋友 去玩 他说那我接下来 也会有自己的生活 然后我就说 哦好吧 所以我觉得 就是没有到 没有说什么最怀念的时光 但是我觉得 我一直都很 珍惜跟他相处的时光 然后想到之后 他可能 就是我可能会出去工作 他可能会退休 你有自己的规划 什么都这样 哦 对 可能不是他离不开我 可是我有点 离不开他这样 就是毕竟我觉得 他也不是只有 是我的妈妈 就是他也是我的一个 朋友这样 一个很珍惜 很舍不得的朋友 对 所以刚刚比如说 好像没有 但是其实意思是 几乎只要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时间 跟妈妈在一起 就是你很珍惜的时刻 对 包含现在这种 相隔两地 因为你是到 台北来念书 对对 离开家里面 所以都很珍惜 有机会回到家里面 然后也知道 未来一定会 离开家 开始要过自己的人生 然后爸爸妈妈也会有 他们自己退休后的生活 所以你也很珍惜 现在还在家 还是女儿的这种角色 好 那有没有一件 你很想要 过去可能没有什么机会 但是你想要跟妈妈 感谢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很感谢的是 就是在我国中的时候 我就不细讲那件事情什么 但是我觉得 就是每个阶段都会犯一些错误 国中的时候 就是遇到那件事情 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也不知道就是 要怎么处理 妈妈是后来发现的 那后面发现的时候 当然做错就是 一定会被责骂嘛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想说我完蛋了 真的要完蛋了这样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就有大吵一架 也不是大吵 其实就是单方面 被责骂并错的是我 但是在前面的时候 就是没有被他知道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其实都很 担惊受怕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他已经 该怎么说 那个时候他 可能是因为他 也有信教的缘故 那个时候他其实有变得 没有像以前那么严肃 但是还是会很害怕 然后后面 就是他发现之后 他就是 就是我们就是 单方面责骂 我就是被责骂 就是当然是大骂我一顿 臭骂我一顿 但骂完之后 就是我有种 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然后他也不是说 骂完我之后 就是 就是说之后 遇到这件事 就一直骂 就是他会带 就是告诉我说 他就会让我知道 就是我的身后有他 所以他就带着我一起去 处理的那件事情 然后那件事处理完之后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很大的难关 然后处理完之后呢 就是连事后 那种心灵 辅导工作 他都做了 就是他让我觉得 哦 确实就是这件事情 处理完之后 那之后就不用 再为这种事情 就是每天 就是担心 怎样怎样怎样 他让我 就是那件事 就是让我很有 安全感 就是让我觉得说 哦 那其实 我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 没有因为我犯了这个错 然后我就会被 我的爸妈抛弃 就是他帮我把 事情处理好 但是他不是 就是单方面他自己处理 他是带着我去 一起去做后续的工作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 让我成长的一个时候 就是我需要为自己的 过错负起责任这样 嗯 好 虽然刚刚有没有细讲 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可以想象就是 当自己做错的一些事情 没有被父母亲用一种 很严厉的方式去自责惩罚 而是一种可以被接纳 被饶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对待的时候 我听到 其实是内心是非常的感谢妈妈 给自己一个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空间 那也许我们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来针对这件事情 也许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你今天想要跟妈妈多聊一点的话 会怎么去跟她谈 最后 今天的最后 能不能讲一下 如果你在心里面想要跟妈妈说的一些话 如果没说出来 你会觉得蛮遗憾的 会是什么 你想要跟妈妈说什么 嗯 就是 这个话呢 其实我很久以前就有这种想法 只是就是很不好意思说 好 反正我觉得 待会可以试着用第二人称 就是直接对妈妈说 对 好 就是我觉得呢 因为现在可能就是风气 或是那个时代不一样 可能我身边很多人都会不想要结婚 不想生小孩 觉得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 然后自己一个人生活会很好这样 但我会觉得说 就是我对这个其实不排斥 就是我会愿意跟别人共处一个家庭 我会想要生一个小孩 但我觉得 就是这个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 就是因为 因为你让我体会到很多事情 就是体会到就是母女之间 很快乐的那种感情或是生活 那是朋友或是其他人没办法替代的 然后我其实也不是一个很会追星的人 就是别人都问我偶像是谁 然后我从来就没有说就是 哪个明星可以成为我的偶像 但是有一阵子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国小六年级吗 就是要毕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都流行写那种一张纸的毕业纪念册 偶像的部分 我就填了你的名字 就是我就觉得 我的偶像是你 然后我觉得 这听起来实在是有点小害羞 就是可能这样可能别人会觉得 我是马宝之类的 但是 但是我就是觉得说就是 我会想要生小孩的 这种感觉就是 就是我也想去生一个小孩 然后像你就是对待我这样去对待他 然后其次是 我觉得我也想要让他知道就是 就是他的外婆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就是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 但是世界上我觉得不应该只有我这么喜欢你跟崇拜你 如果生了一个小孩 那他就变成你的第二号小粉丝 类似这样 嗯 就是我之前跟你就是爬山的时候 之前聊到类似这种结婚生个小孩的话题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想跟你讲 但是 但是才是非常不好意思 嗯 对 这样 好 那个非常谢谢 比如今天跟我们这么敞开的 分享了对妈妈这样的一个很 很深度的一种感受 尤其刚刚最后面这一段话 我真的觉得 嗯 如果我们的这个想要去解决目前的国安问题 就是年轻的世代不婚不育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如果他有机会 他们有机会听到这一段访谈的话 我觉得可能这才是真正的关键 就是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会羡慕有这样的一个这种亲密的关系 不管是伴侣这个夫妻之间 或者是亲子之间 是很可以很享受在这个关系里面 然后会把自己的妈妈父母亲当做自己的一个偶像 然后想要跟他们一样 然后能够自己也可以衍生出下一代 我真的觉得好棒 这就是我们想要去谈谈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非常谢谢 于如今天跟我们这样的分享 那我想后面有机会 我们可以再多谈谈 再多聊聊 好不好 好 那谢谢 我们就下回见哦 拜拜 拜拜 在今天的访谈中 我们听到了这位 真诚坚毅且幽默风趣的偶像母亲 对女儿鱼卢的影响 所以今天在台湾面临到这个年轻世代 不婚不育 而且人口快速老化的国安问题 真正的关键跟解决之道 绝对不是在于 要只是要给多少的生育补助 而是能够让每个儿女 在他们成长的重要过程当中 不知不觉的去得到了父母 内化给他们的正确价值观 而且不是只说说而已 能够展现在他们实际的行为上 让女儿 让儿子能够感受到言行一致 说到做到 让这些孩子打从心里 去羡慕这样的亲密关系 我相信就会进而想要去传承 去复制这样的一个爱跟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